本節目內容只代表個別嘉賓及主持個人意見 並不代表本台立場 大家好 大家好 現在來到我們這個電影有讀第幾集 你記得嗎 193 在193 張偉雄 我們又和大家見面 而且 看到這個 我們上個星期都有提及想做一個專題 就叫做1970年後黑白電影未學 這個不得不找你來講 原本我們也想找到節目策劃的朋友來 但我覺得如果太做宣傳好像也不太好 但以這些節目做好呢 我們就講有趣的東西 基本上電影有讀可以叫做延伸閱讀 有這個題目 我覺得這個題目也相當好的 你覺不覺得近期這個討論是很值得注意的 有沒有這個看法呢 這個討論 我就不是這麼覺得 你不覺得 你剛剛之前在網上的人都在問 你在說的 為什麼會這樣說呢 那個叫顏色的討論 顏色的討論 這個主題就是1970年後黑白電影未學 其實它衍生了為什麼這個題目 我們說這麼適合時機 還有我們要做個專題去講 黑白彩色的討論 或者是現在的新CD 講明是新CD 即是阿凡塔之後的那種 那種叫做新的立體電影 那那個就更加遲些說了 因為那個大把東西講 即是講CD的那個 但是黑白和彩色 我覺得有很多新角度去看的 還有最近也有很多 你會看到 一個叫電影修復回來 所謂修復 就有兩重的意義 以前的修復 就是修復 變成修復 現在呢 多數都說修復的時候 你會看到 它保持著的那個版本 就是一個數碼版 是的 那數碼版呢 這個就是會做出來 你會看到 其實在我們那個時刻的那個保留 即是說 原本認識的保留 那有很多東西 會很好講 之後呢 有好有壞 一會兒就留給你說 壞的那裡 好 都可以說的 所以這個專題 我覺得很過癮 還有呢 也都延伸閱讀的時候 都可以看一看 剛剛我們這個時候 出街就是8月 我們現在這個 是8月29號 今期的 Lational Geographic 張茸 你有沒有買到呢 就講睡眠 但是睡眠那個呢 就最 其中呢 有一樣東西 就跟我們這一集 就最對的 他說呢 因為當你睜大眼睛 你醒的時候 其實有很多光 有些光呢 就變成了光害 那你知不知道呢 原來我們日常的那些 那些光呢 就是對我們的那個 醒的時候 那些想法 或者你睡覺的時候 那些時候 他就特別的 他就說 各位 你們呢 如果睡覺的時候 麻煩你把你的手機 或者你的屁股 那些 全部拿開 因為那些LED藍呢 那些藍光呢 是令到你呢 就算你在睡覺的時候呢 你都會產生了 那種睡眠的 騷擾的這種現象來的 那些事情 遲些再有機會 會說呢 你可以找到那一本 中文版的 中文版 我覺得很好 對到中英的 有些專業的名詞 你可以捉到 其實關鍵就是呢 我們這個時候呢 你看一部電影 你不要以為 你看電影 你就這樣接收 那個故事 其實顏色呢 裡面 都有很多內容 這些呢 就是沒有研究之次 大家都已經 就是說 你看電影 就這樣看電影 就浪費了 裡面還有很多東西的 所以這個專題 就很值得說 還有就是叫 如果真的呢 就是受歡迎 還有這個節目 好像是 由八月開始 去到十月的 是嗎 是 去到十月七號的 所以我想 如果那個反應 都不頑皮的時候呢 我們就叫那個負責人 就是插賣那些 那些朋友呢 上來講講 他的選擇 這樣就更好一點了 好了 這個時候呢 因為我沒有 沒有計算 不過不要緊 我也有一個 叫做頭淡湯 頭淡湯呢 我也是選擇 我就是張惠雄 這部戲呢 就是我想選擇他 就做頭淡湯 因為呢 就差不多 可能兩三個星期會做 還有這個呢 就是講的時候 為什麼會和現在這個 黑白彩色啊 這些東西呢 都有些關聯的呢 尤其是呢 我為什麼會選這部呢 因為這個題材 第一呢 是一個題材問題 他就是講 當你在海上漂流 遇難的時候 完全沒有了音信 沒有了外界的接觸的時候 你不知道自己的生死的時候 這些在海上漂流呢 或者這個導演之前 就是拍《冰風蠔劫》的導演 這種絕景裡面呢 你會有很多時候呢 在一個叫做在生的時期 你會想到很多 很多關於你自己的一生的東西 這些你會發覺最近很多戲都有的 很多部 有一個叫什麼 叫什麼 一六八 還是一七二小時 夾了那個岩石那裡 也想到前文後理 或者之前呢 那套叫什麼 那套 《冰風蠔劫》那套叫做 也是講他航海出去了 是 一個人 但是他的家鄉 那個Gramary 大家聯繫 很多 一數數買賣 就有很多部 但是《河解》這部呢 都會特別看 就是最主要他開頭第一場 是一個鏡頭 一個鏡頭直落 大家 就不要遲入場 那個鏡頭呢 其實我覺得他的效果 特技效果 做得不算太好 但是他那個設計 是真的很棒的 就是說 在開頭的時候 第一個鏡頭給你看 那個鏡頭呢 就開始 就是在一個地方 你看到他有了些水 然後慢慢發覺 原來那個就是 一個叫 那個是一個陡塞的地方 然後那個地方呢 就是一個叫做 那些 一個叫做遊艇的 小型的遊艇的 裡面的空間 而這個原來是一個 預了爛在一個 暴風雨的 一個小的空間那裡 一個鏡頭 慢慢慢慢呢 你看到呢 這個叫做飄浮的 陡塞來的 然後那個鏡頭呢 慢慢推出去呢 它就是 現在特技都不是那麼難做的 你的設計來的 一個鏡頭呢 就出去呢 出去呢 外面那個大海裡面 都仍然是 哇 一個風浪之中呢 一個預爛的鏡頭 一個鏡頭直落 而這個鏡頭裡面呢 它裡面呢 就有很多意思 還有整個電影呢 你會看到這個 飄流深海 故事呢 我們一聽這個的時候 進去都會覺得很 就是 應該會悶你 悶你 悶你 90分鐘 這樣 不會 這些電影呢 在整個一個人的過程裡面 那個序市一定編合得很好 你會知道呢 是不會有很大的發展 我又覺得 這個不用咬 因為它最重要呢 它基本上 你可以說 都是模式來的 它沒有再 要加入一些東西 因為它是在生死邊緣的時候 生死邊緣不需要太多模式 因為這個是關鍵 你會看到 它最關鍵 最重要呢 那個鏡頭 它講完之後 那時候呢 原來呢 它就是將那個 就是跟我們上一次 講的那個 暗黑的心呢 裡面呢 講的主題都是一樣 它說 在一個絕景裡面的那個時刻 現在很多電影都提及你 在那個叫做 生死邊緣的短暫的時刻 你有很多經歷 或者你想回到回憶的那個經歷呢 就在你的眼前出現 等同於 李安的那套 叫什麼 少年派的那個時期呢 其實少年派呢 那個也是一個經典的drama 但是如果說電影呢 裡面說呢 這部呢 我覺得它也是叫做 列入其中一個好看的部分 嗯 而那個好看的那個恩友呢 就是女主角 嗯 女主角現在真的 我覺得是 越來越長大成人了 嗯 好看的 現在是 因為我們之前看她的那個 那部絕症那部戲 絕症那部 還有幸存者 嗯 就是那個系列 她是會說什麼 Janeva Lawrence 的 另外一個 Janeva Lawrence 做不到的那些戲呢 她就做到的了 那麼她做的那些戲呢 她不會是Janeva Lawrence 那些阿姐的戲 嗯 現在是好得 我覺得她做得很好 很適合她這個角色 還有她有一種叫做 美國的那種 好像之前有一個叫做Wow The Wow 那個呢 和那部戲都很像的 那麼 另外一件事呢 就是都要說明 她用的那個顏色 那麼我呢 最想起都不是很查清楚 她究竟是 純粹是數碼拍的 嗯 但是她放菲林呢 她放得很好 嗯 那麼這個呢 所以就很值得呢 就是她 我們在這一節講 做過頭淡湯 她這部呢 她有彩色的拍攝的原因 就是她要找的那種視覺的質素 是這樣的 基本上 我還沒看這部戲 是 還有你這一節 你講很多東西 我有少少手出無措 是 因為你發得很遠 嗯 不單純是黑白 是 也包括 剛才你講了 是有彩色 甚至你講了 Dictal很多東西 是 那我就 是 希望 接下來那三節 我用單純一點的方法 真的回到黑白 因為 我覺得彩色 真的又可以講一次 他這個可以引發你 為什麼呢 就是說 我看到這個節目 會這麼值得講的那個恩由呢 因為可能很多的朋友 或者是 一般看電影的朋友 如果他不喜歡 看電影歷史的時候 他可能聽過名字 說 1970年後的黑白電影美學 我用什麼 值得看 但是我告訴你 這句話說了一件事 就是說 七十年 七零年之後 都還有人很喜歡黑白電影 說了這句話 他還有一件事 其實這個 就有很多 這個可能是 喜歡電影 或者 美術的那些朋友 看到 有時候都會問這些問題 就算現在的那些 可能都搞創作 視覺那些都會問 何解 我今時今日 2018 這些七十年代 那些已經發展了 對我們有什麼價值 就是這樣 但是 告訴你 我們這個節目 就是講 這個價值 因為這個 七十年代 很多電影 裡面 好像 張文雄華爭 我們看到 他去到七十年 打號 我們可能再講多些 七十年後的 這個分水線 去講 黑白電影 和彩色電影的分別 還有去到 我們今時今日 2017的時候 為什麼 2017 2018都還要講 這個 因為去到今時今日 如果你是一個 叫做 創作人 或者設計人 或者你的 那些叫 觀影電影的欣賞家 你就可以看到很多 很多東西 很多價值 還有現在 很多 很多 不同的 創作人 仍然 在這個範疇 做不同的 一種叫做 創作 這個就變成了 衍生的價值 你明白到 這個道理 我們都可能用 通識的那種方式 盡量用通識的 方式 來去 告訴大家 彩色黑白 這個電影的 之外 那些 裡面 就是說 現在 我們這樣看的 這個影展 有一個更大的 價值 好了 如果我們講到這個時候 我想 到最後 就交給你 他今次 就選了 有 十部 有十部 十一部 很多 有哪幾部 是你很心儀的 可以做 讓大家做一個 小小的推介 首先 有一些 我都沒有機會 看過 但我沒有看過 《The Last Picture Show》 我還沒有在戲院看過 我看過 《The Last Picture Show》 《The Last Picture Show》 也沒有看過 《The Last Picture Show》 有部 我以前在電視上看過 《The Last Picture Show》 《The Last Picture Show》 《左洋忍》 我這次會再看 劇情就慢慢不深刻 但拍攝很印象深刻 總會有一些 因為他是黑人 導演 黑人演出 你會發覺 劇情中 那個面孔 是很清晰的 是 證明是有些 技術上的思考 所以我這次 我會再放一個機會 再看一次 你這個 舉例得很好 因為 你前面 那部 《有人喜歡藍》 還是 《Moon Knight》 那部 雖然是彩色拍攝 但你可以看到 他對光的那種捕捉 其實是變得很出眾 黑人的電影裡面 他製造了一種 新的色彩眼光 在電影裡比較出來 可能有時間 我們可以再講多一點 好 我再講多一部 是最特別的 在放映上特別的 就是 末日先鋒 戰駕飛車 這部電影 大家前年看過 很多提名 末日先鋒 這次我們看過黑白版 這個叫做終極版 終極導演版 導演黑白版 導演 他訪問過 他說他想 整部電影是黑白 推出的 當然 整個 行銷策量是不可能的 不過現在 有可能 我們可以看到 這兩場可以看到 是的 我想這部電影是精心的選擇 他告訴你 今時今日的電影 有很多黑白的 他有個意圖出來 不用說那麼多 看 這樣就可以了 這部 末日先鋒的鐵甲飛車 我提到已經 托立馬一定要在大銀幕底 這個你會看到 因為我們那個還未退色 原裝版的那個 不是叫原裝版 對不起 說錯了 就是說 供應版的那個彩色的版本 是有個叫做嚴厲 他對整個沙漠世界 或者他出的那種橙紅 裡面的那種戲劇感 都已經非常之強 但是導演就告訴你 這個不是我的終極的 要去講的那一版本 所以你會看到 這個攝影裡面 一定有很多的原機 那個原機有時候 如果找到導演攝影來講 就最好了 還有他今次 都要特別高揚的 因為今次 其中有一節 放映完之後 就有個我們的老朋友 攝影師 Henry Jones 他就是會講解這部電影 他當時這個黑白版 他也有去外國看了 回來特別介紹 搞得我們流了口水 現在就好了 原來香港也有一組 這個我想一會兒可能都 或者我們找到 第四節的時候 都再提一下這個 有什麼特別的 好 我們第二節回來 講這個七十年代之後的黑白電影的專題 好